新的一天,爱德华元气满满闪亮登场 也许大家都不会注意 突然想吃猪炖粉条的菜梦 为何突然提出想吃泡菜了 这是她的又一次试探 还是她内心真实的话 细节往往在不经意间表现出来 由柳云龙苏青等人主演的谍战大片《胜算》正在热播 该剧主要围绕着代号瓦吉姆的唐飞展开剧情 剧中唐飞是代号瓦吉姆的地下党 为了执行绝密任务潜伏在敌人内部 在保安局结识了同样潜伏的抗日分子蔡孟 在保安局是经过一系列举动成功获得福田的信任 成为了保安局的重要人才 但蔡孟却早已看穿唐飞的真实身份 于是蔡孟就利用美人计使劲地勾引着柳云龙 当然这也是福田所希望看到的 蔡孟潜伏在保安局是为了报私仇 而从保安局的人员来看 大胆设想一下福原是他的刺杀对象 只是现在时机还没到 但他多次帮助唐飞以来为了很好的掩护自己 二来使唐飞日后可以为自己所用 唐飞看出掉苗头后就顺势向蔡孟表白 蔡孟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 钓了鱼终于要上钩了 不过就是两个人目标都很明确 都不过是互相利用罢了 蔡孟的父亲和福原渊源不浅 剧情也告知因为这层关系才成为福原的左膀右臂 可他毕竟不是日本人 中国人进保安局是日本的大鸡 可福原也不是本土日本人 只不过身上流的血是日本人的 福田这样的身份很不受同国人的看好 虽然唐飞一次次的证明自己的嫌疑 可福原并没有完全相信他 还继续让蔡孟考察他 当案在蔡孟考察唐飞时 福田也在派人暗中考察蔡孟 人在最放松的时候才会露出本色来 福田拿蔡孟的终身幸福做赌注 可见蔡孟也只是福原的一颗棋子 蔡孟有事没事的查岗问候 吃醋约反让唐飞很是受用 但唐飞内心明白对方一定有别的目的 既然都是逢场作戏 不介意擦枪走下火 毕竟蔡孟可是个大美女 不过有一件事唐飞始终搞不清楚 就是究竟蔡孟是什么人 友军是有点像了 但是就是不知道是不是自己人 而两个人出去吃饭时 蔡孟说的我想吃泡菜 这句话有没有代表什么含义呢 泡菜和整容一样成为了韩国的代言词 想吃泡菜可能是蔡孟下意识的真心话 有可能是他思念家乡的一种怀念方式 但毫无疑问的是 跟着这条线索来查 很快就会查到蔡孟的真实身份 韩国情报部门的谍报人员 不知道小伙伴们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看法呢 欢迎在评论处留言分享 我们下期再见